各位们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是重重 今天是1月28号2024年 我们通常在每一周都会给大家 就是有几只好的股票 我觉得可能之后会涨的 或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setup机会 但是呢,就是说市场现在来讲 是一个指数来讲 大盘是一个比较高的高点 那所以这个礼拜呢 就这周末呢 要找好的票 要能够就是比较低风险 然后呢,要能够让大家能够去关注去买的 真的不多 所以呢,这三只是非常非常难找的 但是呢,经过精挑细选之后呢 还是有不错的票 所以呢,来看大家,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这边免责声明大家自己看一下 然后我的social media 大家可以来扫码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支 第一支是宝洁 这支股票我们在前几周有提到 在这个比较低位的时候 有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那我想如果有关注有买进的朋友们 应该已经有一个不错的获利 但是呢,它这个是一个是将近一年半 一年一年半的一个就是横向盘整 然后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小区间做一个震荡 那我觉得它这个是肯定要突破的 那所以呢,我觉得说这个股票呢 基本上这是周线 你在 而且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有微微的突破 所以我觉得之后呢 不管是之后出现盘整 或连续再出一根阳线 到达下一个阻力 都是可以去买进的 我这边有做一个量测的距离 它这个突破之后目标是200块 现在是156 所以还有大概44块的空间 所以是还是不错的 对于155块钱的股价来讲的话 还是有不错的空间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稳当的 大盘大碟 它这个PG是 就是大家都会用到的东西 就是一些属于卫生用品 这些主要的它是产品是这样子的 所以属于生活必需品的一个板块 所以我觉得这个股票 是可以特别特别关注的 虽然说其他股票 有些已经飞了蛮高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 比较稳当的一个票 下一次股票是迪士尼 迪士尼的话呢 原来上它还是一个比较属于 在下降趋势 但是一个底部盘整 已经慢慢开始能走出来的一个 好形态的股票 我觉得这个股票可以关注 因为它还是在很多均线 下降均线之下 所以它形态做得好 所以还会有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盘整向上的一个机会 可以让我们上来 所以这也是在市场 未来可能发生调整里面 我觉得可以关注的一个标的 因为你在这个上下下过程当中 会有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那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我们周线图看到它是一个 这个这个触底大幅反弹 然后呢做一个 一个牛旗的形态 那所以呢 刚准备要进入到 它的一个高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股票 在未来 未来几周市场或许有调整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关注 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交易机会在于说 如果下周是在 大概是92 附近能够有一个盘整 未来几周有一个盘整的话 那是最好不过的事 那这个下一次的突破会更高 所以呢 同样的我就讲过 就是说我们股票不要去追高 但是呢 这都是形态好的票 所以呢 在它拉回的时候 因为有市场的一个波动 拉回的时候 你可以去承接 那这个迪士尼它传统 来讲的话 就是说在business model上面 虽然是有一点点 就是说 遇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瓶颈 但是呢 因为在技术上面 它在之前的低点 也是在这个2020年的 三月份的低点 所以呢 它算是一个 相对讲 比较undervalue 比较低 就价值 这个情况比较好 的一个股票 而且是在开始走出来 慢慢脱离下降趋势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迪士尼在市场 可能做了一个拉回过程当中 会提供给我们一个不错的交易的机会 那下一个的话就是 这个原油板块 能源板块 原油能源板块 那讲到这板块 因为很多的股票 所以呢 给大家一个 就是一个交易的概念 所以呢 我们现在讲原油 原油的话 我在周末视频也提到 这个原油本身 它是一个 期货本身 它是一个双底 然后呢 上周有一个大阳线出现 所以呢 这是等于是说 算是一个确立 这个双底 是一个非常 不错的一个盘整出来 所以 如果这个双底出现的话 我们不破底的话 这个基本上能够涨 原油涨到93块 94块 是时间问题 所以呢 要特别注意 这个通膨的现象 会开始 就是又再度的起来 或许会影响到 美联储 这个准备要降息的一个速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原油会涨的情况下 那看看XLE 这个是能源板块 就是所谓的能源公司的情况呢 那它也是一样 就是我过去有分析过好几次 它是一个跌破周 这个趋势线之后 然后呢 又很明显的一个 这个反吞式这样上来 所以跌 没有跌下去 马上反式上来 虽然现在上周 涨上来 还在这个趋势线的附近 那如果 如果 能够站上去的话 那这个对于这个整个来讲 形态 就变成是一个什么破底翻 本来底部破掉 结果它翻上来 那就会有一个比较强势 作为到另外一侧 就是往上 所以呢 这个XLE呢 基本上 这边虽然还有一些均线 还没有完全突破 所以它还会有一个 上上下下的过程 但是呢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XLE呢 有缝拉回的时候 就可以去买进 特别可以关注的 那它这个基本上还是需要突破 这个下降趋势线 大概是XLE大概85块的地方 突破之后呢 就能回到我之前 所做过视频 所讲到这个87块的阻力 然后呢 慢慢就可以盘上去 所以XLE部分 如果你不知道买哪一个能源股票 你可以就是注意XLE 那特别我要讲的就是XOM 这个是Exxon Mobile这个公司 那石油公司 那所以呢 它跟XLE非常的像 如果不买XLE 你也可以买这只 那基本上就是说 它形态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呢 这个也是可以关注 它这地方做好一个底部之后呢 基本上它的这个 很明确的一个目标 就是在120块的附近 所以你103 120 大概有20%的一个上涨空间 那如果说你要稍微比较 有活力的 一个原油股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VLO VLO跟NPC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一个股票 那它这个地方是已经 在一个小的区间里面 已经算突破了 所以呢 如果继续涨放掉 不用去管 但是呢 如果说它 未来几周还有一个拉回 拉回在均线之上 也就是比如说130 保持130 或者是132之上的话 那基本上都是可以去这个吸纳买进 那130 132的话 基本上你的止损就非常小 所以呢 这个是 如果你要做比较活跃的 这个油股的话 VLO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标的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这三支 PG Disney 跟XOM 是我对于下周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就特别关注 然后呢 逢低吸纳股票 那我这边再秤几分钟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下周有重量级的 科技股财报 Amazon 跟Google Apple Meta 还有AMD 是比较重磅级的 那他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呢 如果股价 这个财报出现 这个反转 向下的话 那什么地方可以买 那Amazon 我觉得 如果说有意外会往下的话 那大概是148 145左右 那当然这个 并不是我代表说 我看跌Amazon 而是说 他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你可以试的去朝底 就说接他的股票 股票不会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好票 那当然啦 如果说过分的跌破 145的话 那这个就要稍微就是停看听了 那所以呢 Amazon因为他是 大科技股 7个大公司 除了特斯拉以外 这个还算是少数还没有创新高 所谓新高就是说 没有过他的四季高点 不是四季啦 就是他的 个股本身的一个历史高点 那所以呢 说不定 他这个Amazon上来 如果反应好的话 说不定还会再冲到 这个他的这个创新高的地方 这也是 他的所谓上下 我不是说可上可下 而是说 本来财报就是很难讲 所以呢 是看这个 这个市场 对他的财报的反应的情况 还有财报的guidance 这个预期 对下一季的预期 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反应 所以我只是说 我们要做好预备 并不是说 你要去赌财报 而是说在财报之后 如果他有意外的下跌 那这些比较大的 好的票 都是可以逢低去买的 好 我们看一下google google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他创新高 所以呢 财报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横盘 或者是 在网上报 这个一级 或者是说 他往下的话 那如果往下 我觉得说 比较重要的支撑是在 差不多是 第一个支撑 大概140左右 然后再来的话 大概是133 所以如果说有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然后跌到这个刚刚说的位置的话 那可以考虑来这个接股 然后apple的话呢 他还没有过这个2023年12月的新高 但是呢 我上周有分析过 就是说 如果财报反映好的话 他可以往上冲一接 那当然财报好 用力冲可以到这里 如果说 小小冲 大概就到这个主力 然后再看看 这个市场的一个反应怎么样 那 这个200块钱是他重要的主力 但是呢 如果说 这支股票 如果在财报的时候 不小心 有跌到180块 181块的话 甚至到178 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去 买的一个支撑 好 我们看一下meta meta的话呢 也是一样 他创了新高 历史新高的位置 所以呢 他如果财报不好的话 350块是他的支撑 那另外呢 在大概320 上下附近 也是一个 好的一个 就是接股的一个支撑位置 AMD呢 他也是创了新高 那 他这个离 这个均线有点远 所以呢 如果 如果财报出来 真的能够让 有出现140块的价位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但是 有点要求太过分了 因为 现在177 然后呢 要跌到140 这30块的空间 其实是挺大的 所以 如果真的到那里的话 那可能这是一个崩盘 所以 所以反而不是好事 所以我们到这看看 但是 他这个基本上 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 财报出来以后 这个 利多出境的 这样一个可能性 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 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那他可能会引发出一个 比较算是一个小型中型的调整 这是我对AMD的看法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地方 希望 这对大家都有帮助 也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 我们下一次update见